主豆,这个颜色,抱馅儿抱得好,都抱住在主料上了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溜地鲜,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现在,咱们先把这个蒜拍一下,然后再切成碎片 这个呢,是调碗汁,所以呢,把它切成碎片,这样呢,下味儿效果会更好 调汁用的 这个葱,一切四半 切成豆瓣葱 豆瓣姜 姜不宜给过多啊,大致有五至六克就可以 看看,切成小橡眼片,这叫什么呢 豆瓣姜 完活 把这个青椒,无有辣味儿的,做溜地鲜 多放,也可以叫呢,地两鲜,没有辣味儿的 把这个辣椒皮去掉,不要 切成三角块 好了,就这样 土豆,切成滚刀块,可以呢,一切两半啊 再切成一刀,再切一刀 这叫,一个土豆切四半,然后这样切滚刀块啊 这样就可以啊 如果呢,如果呢,你脚子 切得不好,再长点也可以,你像这样呢,炸就不是很好 啊,再搁上一刀啊,这就是一种切法,总之呢,是三角形的块儿,滚刀块儿 然后还有这样切的啊,看,整个这么滚刀切,这个也叫滚刀块儿 这个呢,这个呢,是东三省黑鸡寮常用的啊,这种刀吧 把这土豆收到肉桥里面 带用 来,朋友们,咱看一下啊,这个热的程度 朋友们,把这个筷子呢,蘸下水,往里一放 冒上的这个油花 可以了,但是温度呢,低,啊,现在顶多是五成热 看看,下到火里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调火 朋友们,看,这样的火 大致需要炸至四分钟 三至四分钟,啊,一会我们看一下 别让它上色,先让它熟了 然后,然后我们再调大火 让它上色,好了 朋友们,现在呢,是四分钟 多一点点,但要看啊,飘起来了 捞出,看一下这颜色,没上色 然后呢,咱们把这一块,来,朋友们 看一下啊,熟透什么样,啊,这样一半啊 面了 这个时候呢,再下锅 把火调起来 现在,开始调汁,来,朋友们 看啊,这个勺,这个勺,满满一勺二十五克 这个,半两,一两 二两嘴 加入 十个酱油 这是老抽 调成酱红色,颜色要重一些啊,所以要放老抽 然后,加入十量的白糖 加上盐 盐 你吃的口味儿一长,咸的正好啊 这个就叫八分口 然后,再咸一点 叫十分口 味儿清 咱们在家不可能去泡淀粉,那咱们就使这个淡淀粉啊 按照四克,就可以 蒜,放到里面啊 啊,通常做东北菜,少不了的是材料油啊 我们有准备材料油 咱们就放上测拉油啊 放材料油,放多少材料油,这些啊 材料油的颜色要比他成了啊 说你把这里放到这个是啥意思呢 一个是增味儿,二一个 做出来这个主料的颜色非常好看啊 把量汤呢,在原料外面挂一层 芡汁,芡汁外面再来一层是油 像刷上油一样,正亮 流米状,形成的流米状 正亮的才好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颜色 颜色呢,现在上来了 但是上的效果不佳 捞出,等待油温上来以后 在下里冲炸 现在温度呢,是六成半不到七成啊 下里看什么样啊 一炸,马上就涨色 并且呢,鼓起来了 像那个鱼片似的,太好看啊 再多,那么小时候 那么在十三秒钟,十五秒钟 你看这个颜色咋样啊 看看,来,越劲越好 红绿椒放里 捞出 然后呢,把油倒到红绿 要快 现在呢,可以把燃烧 加入 适量的油 放入葱姜 烤葱香味 烹入料酒 热吃料酒 下个主料 翻炒两个 然后,开始呸汁 然后,开始呸汁 放下打凑 不肤炎才成量了 这个菜就炒好了 来,这个馅呢,叫爆馅 啊,便留在烤盘子里都是 拆好 晾汤呢 好香吗 溜地鲜 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馅 再看一下盘子边这个汁 外面挂上一点油 这个菜做合格了 并且呢,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土豆 这个颜色 爆馅儿爆得好 都爆住在主料上了 然后呢,形成琉璃状 正亮的 正亮的 溜滑 咸鲜 微带一点点 甜口 类似于红烧的味道 吃得非常不错的 喜欢蒜味大呢 再多加一点蒜 你出国的时候 再烹上一点老陈醋 那又是一个版本的做法 黑龙姜的师傅也好啊 黑鸡鸟的师傅也好啊 各有学活 有的 炸锅的时候 爆香的时候 里头放上花椒粒 15个粒 炸大糊子 然后再放上 葱姜炒香 往这儿往里一下 出来 那又是一个版本 说各种版本的做法 多种多样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祝各位观看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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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